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陆军第六军团 六军团是国军来台后最早成立的野战军团 并且奉先总统讲功 清班为第一军团代号前锋部队 六军团的对徽是由盾牌、家河、国旗、国土 及蓝白红三色所组成 代表军团级单位的盾牌外形 具有团结苟固、精实战力之意 家河象征陆军对北伐、抗战、抗乱 所建立的丰功伟业 并且表示御兵愚农 两河各七岁象征发扬七七抗战精神 国旗与国土则代表效忠国家 以及具有保国为民之责 蓝白红三色象征国旗、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 此外还有寓意牺牲、团结、负责之意涵 各位官民大家好 我是陆军第六军团指挥部指挥官朱毅书 本部前身为台湾北部防守区司令部 民国39年由周山岛防卫司令部改组编程 民国43年5月1日以台湾北部防守区司令部 及预备兵团司令部为机干 另外合并第一及第四两个补给分区之一部编程 第一军团司令部 在同年的7月1号正式成立 为国军在台湾最早成立的野战军团 代号为前锋部队 最主要的目的在七缅部队官兵 应以为民前锋秩序 民国65年1月 变更番号为第三军团司令部 又在同年的8月16日 更改番号为第六军团司令部 民国95年3月1号 因应精进案军事指挥机构 咸称修订 变更番号为第六军团指挥部 契金 好 那么紧接着我们都知道 六军团的主要任务是 负责诉走北台湾的国土安全 辖区范围非常广 所属的部队也非常的多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单位是 关渡地区指挥部 关止部的前身为第36师 该师在民国33年 对日抗战期间的龙林战役战机卓著 或搬龙玉虎旗一面 所以便以此作为对徽设计的主题 建议其勉官兵效法先进 精实训练 强化战备 发扬龙林战役的奋战精神 在创光辉史业 正方外形为陆军统一规范的 地区指挥部 具有固守四方 为国甘臣的象征 三环代表的是科学 哲学与兵学 地利官兵龙会新知 以为练兵用兵制艺术 蓝白红三色 则是象征青天 白日满地红 表示以效忠国家 保卫人民为直指 贵师部 虎校部队为北斗 防护为民情战队 资源就在不怕累 军民以心把敌退 贵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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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云 赵云 贵师部 赵云 赵云 果然是有智慧 有胆量 战力精强的虎校部队 紧接着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负责蓝阳地区受备任务的陆军蓝阳地区指挥部 蓝阳地区指挥部同样是以正方形为外形 黄色冰框代表黄埔精神 具有巩固团结 精实战力之意 黄龙蕴含着由知识青年编程 并且展现充沛活力与朝气的特色 以龙为精神象征 就是希望借此传承及延续部队的优良传统 蓝白红三色则是代表我中华民族 坚忍不拔 不畏艰难 以及官兵勇往直前 斗屈不挠的精神意志 蓝阳部 风云青山河洞 抗闻入群生师兄 抛一战十岁一流 宗神俊龙 绝对服从 精明成拙 热心主动 帝兄姐妹们 为陆军发扬 帝兄姐妹们 为国家震光 三军谁追赠 陆军战战 陆军谁最猛 蓝子部战猛 蓝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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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兵第269旅 269旅最灰原型的外形表示陆军机械化步兵旅 具有团结合作之意涵 雄狮图腾是沉迹雄狮部队向勇善战 百折不挠之精神 蓝黄红三色代表布 战炮 协同作战的特性 整体设计理念乃是因为269旅是由装甲步兵351旅 与摩托化步兵269旅并编而成 因此取两者之精神象征作为对徽 亦是对光荣传统的重视与传承 269旅 加油 九师九师 其次激烈 并化三队 九师九师 其中等级 奉会北枪 看九师的部队 熟造灰武 听九师的路口 四季好 269旅 终成金石战队墙 269旅 九师部队 四季行 九师部队 九师兵 七甲熟事 是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竹湖口 根据陆军的规范 装甲兵的队徽为等边三角形 表示三明主义是装甲兵的基本信仰 他们的传统精神是尘 爱 热三个字 民国33年3月3日 装甲兵在应免战场上 以应有果敢的行动 一举摧毁日军最精锐的18支团 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 因此三角形的意涵就在于数字的3 而红黄蓝三色 除了代表布战炮 三个主要兵科协同作战外 也象征着装甲兵的传统精神 尘 爱 热 尘是诚心诚意实实在在的执行任务 以鲜红色表示 爱是爱国家爱团体爱同胞爱装备 以金红色来表示 热当火焰燃点最高最热时 颜色是深蓝色 因此以蓝色代表我们装甲兵的 热情火力 火焰 火焰是火力适色 而另外在队会中白色的两道闪电 则显示装甲兵进炉猝子 动炉脱土 炉闪电般迅速的基本战术 同时也是表示装甲部队 具备灵活的通信指挥 黑色履带代表装甲兵的 机动与越野性能 十二连结的履带 象征一天十二个时辰中 周俄复始 日新又新 无畏艰难 力争上游 永远不断进步 表示装甲兵的团结合作 也代表着装甲兵带人处事的宝典 十二风格 入军装甲第五八四旅 装甲兵十二风格 登步层 迅速 谨慎 活泼 牵扎 登步爱 勇敢 自尊 积极 正坚 登步热 温和 庄严 热传 礼貌 装甲第五八四旅 勇猛胜战 所下无敌 隶属于六军团的两个装甲旅 首先是前身为第六十七师 于民国三十八年 共军对我登步岛 实施梦冽攻击时 与第一展开激烈争夺战的陆军装甲第五八四旅 他们凭借着一份死守精神 完成殲灭共军任务 缔造了登步大捷 先总统蒋公 因而特赐名为登步部队 五八四旅为了传承部队的光荣历史 故以登步作为对名 而五四两旅 则是以迅雷作为对徽 具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地 Let's go come on go 提高士气 here we go 热力满排空前绝后 体能战绩勇猛玩强 五四两旅相拢摆尾 呈现喜怒要不光辉 Let's go come on go 提高士气 here we go 月牌进一一零一 五口装甲五四两 迅雷进神传千里 传千里 我们是 终架五四两旅 在这里驻国家风调雨顺 国太平安 Yeah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迅雷及登步部队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陆军第六军团 炮兵第两腰指挥部 两腰炮纸部又名精英部队 象征炮兵的精准火力 可如熊一般从天而降 快 横 猛 准 类不可打 对会中的梅花 唯我中华民国的国花 代表立国精神之三民主义及武权宪法 更洋溢着浓厚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操 加和象征爱民十大纪律 更代表中华民国国运昌隆 人民富足安乐并加汇于民 飞弹与火炮代表我炮兵部队及防空飞弹部队 蓝白红三色则是自由 平等 博爱的象征 精英部队 战定强 发扬火力 正乾坤 精英远力 两条炮 邻居向心 士气高 专案人物 两条行 团结 和谐 超可靠 临活基准 火舞为央 雄之远烈 锐不可当 雄之远烈 和战争 的确是灵活精准 类不可当的炮兵部队 好 那么介绍完了步兵 装甲及炮兵部队后 紧接着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近年来先后执行过921症灾SARS 毒化灾害抢救 油屋处理及灾后消毒防疫等重大任务 同时参与政府河安 华安 万安及反恐应变等灾害防救演习 积极担负首土防卫 防恐救灾责任的陆军地料军团33化兵群 33化兵群的队灾是以盾牌为外形 象征着团结巩固 精实战力的意涵 盾牌四边分别设计为右上的化学 右下的生物 左上的放射 及左下的核子之国际通用图像 象征化学兵部队之专业领域 及与国际同步之专业技能 具有碎形反恐应援 化灾抢救 防疫消毒 及污染防治等能力 中间的化学兵符号是以两指烧瓶交错为底 象征化学实验及化学物质之千变万化 并以奔还至终 代表化学兵种专业之消除能力 和声征化学兵 旧这种作战样样行 火海海远远连中心 和声话无我 不怕 消除防疫作先锋 舞伯臣 山上化学兵群勇往之千索向迷零 大豪 聽到他們如此堪槍有力精神抖擦的對呼 相信化兵部隊絕對是勇往直前所向批敵 緊接著要為大家介紹的 也是近年來多次參與救災的重要角色 陸軍第六軍團五三公兵群 五三公兵群的對呼也是以盾牌為外型 象征工兵部隊上下一心團結一致 以捍衛國家做國之甘臣為職志 金匡則代表皇埔革命建軍精神 代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藍白紅三個顏色 除了含義自由平等與博愛外 也象征我工兵在聯合作戰中 富有戰鬥勤務之源之使命 中央藍色背景意志官兵具有廣闊心胸 與純潔忠贈乞丐 三朵金黃色梅花代表法筒的傳承 更象征著實現信仰信任與自信的三信心革命精神 城堡則是借竹城精神 一域工兵部隊 工則能穿山越水 馴富士姬勇往邁進 所向積結 守則能深勾貨壘 無系可循 固守堅持 勞不可迫 五三代表五三工兵群全體官兵 固守之堡壘 固若金康 屹立不搖 家河則有育兵漁農 以及植干戈以為社稷之意 並且抵立工兵幹部刻苦耐勞 勤訓經驗的屹立與決心 五三公民 上下一心 防災一面 緩結一致 五三開路 遇水加橋 愛民現風 為我五三 出發 出發 三 迷你 將 出發 五三拳 五三公民 村山越水 不僑禮金 巡負世心 勇往邁進 所向客傑 固守堅持 勞負投貨 把賽拉 嗯 逢山開路 遇水下橋 唯有五三 好 緊接著最後壓軸的是 負責通信系統開設 作業 維護與通信裝備三四級 補給保修勤務支援的 陸軍第六軍團 拐三資典群 民國89年金石案後 為表征通信兵跨時代的裝備更新 便特別設計了全新的通信兵對徽 乖三資典群的對徽也是以盾牌為外形 具有團結鞏固 金石戰力的意涵 通信軍徽則是以首旗為通信之母 閃電代表通信兵支援作戰 以迅速為首要 象徵通信兵是一支想求安全 迅速 確實的部隊 藍白紅三色則一位通知電部隊 永遠在青天 白日 滿地紅的國旗照料下 成長茁壯 陸多 陸強 支援三軍前線 有線 無線 傳軍精準快捷 光線 電感 地球監貴世界 支電網絡 通訊手握其誰 快三 快三 為政 八面 快三 快三 自由雙全 自由快三 沒有距離 本軍團的主要任務 是指揮北部地區內 三軍地面作戰部隊 遂行地面防衛 殲滅進犯敵軍 及確保中蘇要育安全 另外 對重要目標防護 反滲透 反特攻 反空機將 反突擊等突發狀況 實施應變處置 以維護台灣北部地區的 整體安全 近年來 天然災害平仁 本部也依照超前部署 預制兵力 隨時防救的 防災整備理念 積極從事災害防救整備 必有災害發生的時候 能夠及時地投入救援 並可視狀況需要 依令實施跨作戰區增援 可以有效地達成 防災 救災與復原的任務 展望未來 我們將持續秉持 忠誠精實的傳統軍風 以前瞻宏觀的思維觀念 不斷追求革新與進步 以積極進取的工作態度 圓融無私的協調合作 突破種種挑戰與考驗 為前鋒部隊留下 永不磨滅的歷史新頁 將前鋒部隊打造成一支優質敬禮 一枚枚徽章 是先賢先烈 保國衛名 流血流汗所創造出來的 標舉著國軍崇高的理想 與不可動搖的精神支柱 深深捐刻著中華民國 軍人武德的永恆圖像 有浩然正氣的陰風 也有永垂侵蝕的戰功